上期節目提到 高度育成高中舉行了 為期兩週的無人島野外考試 考試初期 跟路哥形成表一致的七賴 基於想仰賴學長的判斷 便跟著路哥一起行動 七賴表面上的理由 路哥當然只是聽聽 讓七賴跟著自己 純粹是想看看 七賴的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當然 不只七賴有在盤算 以學生會會長為首的三年級生們 似乎也集體在背地裡執行 一些不太明顯的作戰 相對於這些優等生們 普通的學生就辛苦了 其中 特別是路哥等人偶然發現的小園組 該組的兩名學生被不知名人物偷襲 導致身受重傷就此離場 儘管想查出兇手的真面目 但是 不但沒有人看到偷襲者的臉 甚至就連GPS系統 也沒有定位到任何可疑人物 也就是說 目前的狀況是 唯一倖存的小園 被迫獨自面對 幾乎肯定會讓自己退學的戰鬥 為了救助班上同學 路哥很難得的決定展開一連串的行動與談判 第四天一整天 在路哥離開H4並踏入G3後 就連續無視三次指定區域 今天早上七點 兩人沿著河流從D4前往D5 很不巧的 七點公布的指定區域是I8 這代表 他們必須無視第四次指定區域 相對於分數上的不幸 執行計畫的運氣 倒是好上不少 就這麼剛好 兩人在河流邊附近 看見正在釣魚的葛城 以及正在休息的龍園 還真從容啊 你是膩了清景哲那傢伙嗎? 清景哲 怎麼會忽然冒出這個名字? 想當然 路哥沒理會這兩人 目前龍園葛城組位在第十名 總分92分 這兩人的下一個指定區域是 太遠的伊石 在葛城的主旨下 本來想硬幹到底的龍園才就此作罷 稍微聊過後 路哥得知 他們的食材大致都是取之於大自然 而且 為了以防萬一 包含水在內 都是葛城先試毒 如果是從學校那裡得到的水 則通通交給龍園飲用 也就是說 葛城才剛轉到二年B班 就完成了各種重要職責 接下來 為了取得龍園的合作 路哥把小公和木下的遭遇 大致說明給兩人了解 你說你在找我 對吧? 小園是你的同學 我可以當成你有不讓他退學的計畫嗎? 直開期待後 路哥便對兩人進行詳細的說明 說明完後 龍園考量到木下和小公對班上還有用處 便因為厲害關係一致 答應配合路哥的提議 過了不久 就在路哥準備繼續前往起點時 C5的山頂 出現能獲得超高分的單人拔河課題 為了補足無視失去的點數 路哥更改了前進路線 很幸運的 兩人在大約剩下5分鐘的時間抵達了課題 而且 參加課題的人 只有目前位在第4名的高原市藝人 這人不虧是怪人中的怪人 除了沒有帶任何行李 手上的那瓶礦泉水也在喝了一口後 就全部淋在頭上 啊 我真是個帥到出水的男人 看來我的力量比一年前更強了 他是在對我們說話嗎? 不 毫無疑問是自言之語 他應該正在自我陶醉 兩人跟老師報名完後 報名立刻截至 因此 這次的課題 就是路哥跟帥哥單挑 期待不戰而勝 我的對手看來就是你了呢 林曉露波耶 儘管路哥想多收集點分數 但考量到班上的效益 路哥決定不戰而敗 接著 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高原市不但看穿路哥的意圖 還試圖挑釁路哥 想讓路哥拿出實力 就算庫北各流認為 與其讓我拿下第一 拿下第二或第三名會更方便也不奇怪 路哥調查高原市的狀況後發現 這人雖然有些課題讓出了一、二名 但體力、運動相關的課題 全部都是第一 遺憾的是 路哥還是沒有接受挑釁 拔河一開始 路哥用多少力 帥哥也用多少力跟上 緊接著 不想浪費時間的路哥 在高原市跟上的那一刻 也同時放下力道 就這樣 高原市勝過了路哥 你真是徹底重視效率呢 比賽完 並確定期待的體力還撐得住後 兩人便全速往起點前進 大約過了兩小時 兩人回到了D9 一如往常那樣 路哥呼吸完全沒亂 一旁的期待 雖然像正常人呼吸大亂前滿身大汗 但起碼 他還是有跟上路哥 絲毫不意外的 起點人滿為患 路哥本來想參加的 公開水域游泳的課題也已經滿額 令兩人感到恐懼的是 高原市居然報名成功 女生組的部分 大概是會游泳的女生比較少吧 還有名額 於是 狀態不算完全的期待 還是參加了課題 目送期待離開後 路哥接近了主要目標 板柳有期 你好 林小路同學 今天好像也會是非常炎熱的一天 從簡單的對話中 路哥得知 板柳的小組還是拿得到抵達順序報仇 以及 板柳就算待在起點 也還是能得到 無人島上的各種情報 像是板柳就知道 期待一直跟著路哥 閒聊了一陣子 路哥進入正題 我想拜託你一件事 一般來說 板柳不可能會去聽 對手班級的請求 但拜託的人是路哥 狀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板柳非常感興趣的 要路哥快點說明 在簡單告知小公等人的狀況 並表示龍淵也已經加入後 板柳甚至沒等路哥說出口 就知道路哥要拜託什麼 儘管答應協助路哥這件事 對二年A班沒有好處 但是 如果你能接受在相同條件之下合作 那事情就另當別論了 我很想立刻回答自己接受 可這無論如何都需要忍受 我當然會等你 不過這個戰略需要時間與勞力 還有 就交給你轉達了 湖北同學和龍淵同學都是 點完頭 路哥立刻遠離板柳 並前往港口的中心 聽取征導老師的報告 據老師的說法 躍成從考試開始後 就沒有太過明顯的動作 比較奇怪的點是 不知道為何 學校本來只準備的一艘小船變成了兩艘 而第二艘就是由月城所準備 另外 月城除了會在監控室 確認學生們的手錶有無異常外 每天也會花幾個小時巡視無人島 我有不好的預感 你小心點 林小鹿 謝謝您特地給我忠告 交流完後 游泳比賽也同時結束 七賴拿下第三 高原試則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拿下第一 而且 比賽完後 還以沒有溫亂的呼吸優雅的跳往大海 他是怪人 也是超人 光是在意都是白費力氣喔 路哥很貼心的這樣提醒七賴 休息了一陣子 時間來到下午一點 路哥的下個指定區域是B6 兩人也就決定沿著 D8 C8 B8 B7前往目的地 一路上 兩人開始閒聊 由於逐漸了解了七賴的為人 路哥便不再打馬呼嚴 開始願意透露自身作戰的一部分 第四天開始 各種疲勞會開始累積 學生們會放棄一些課題 確保資源後再出發 絕對要避免和多數學生做出相同行為 在路哥眼中 其實還是課業、運動都比一般人優秀的學生 雖然會毫無怨言地服從命令 但不論對方是誰 有錯誤 他也會指證並提出疑問 精神很強忍 不輕易屈服 在路哥心中 很難把這樣一個人當成敵人 而路哥也有把這些話 對七賴說出口 接連成功抵達指定區域 B6 B5後 第五天的行程就告一段落 路哥的狀況還是很好 但七賴因為遊玩了泳 體力幾乎呈現耗盡的狀態 稍微恢復體力後 兩人來到一處開闊的地方 在這裡 他們偶然遇到了二年C班的小組 不知道為何 該小組的冰口 非常熱情地和路哥搭話 還邀請兩人前往他們的根據地 接著 更奇怪的事情來了 跟冰口同組的安藤 南方 也非常歡迎路哥 安藤甚至用有點撒嬌的口氣 要路哥再此處入營 還不等路哥答應 冰口就已經拿出背包 準備舉辦歡迎會 背包裡面 有著超越一星期份量的罐頭 他們能買這麼多的原因是 三人都有領先卡 一看到這誇張的數量 路哥就明白 他們三人是所謂的碰跳組 負責支援二年C班的其他學生 如果他們的小組分數不夠的話 會由前段小組進行合併 二年C班的這種戰略 不是沒統整好的一年級有辦法執行的 你們兩個都吃烤肉 好嗎? 這種發了光的善意 路哥和七賴立刻進行玩具 不過 在冰口說完 反正肉發者也會壞掉 他們三人也吃不完 路哥和七賴才因此被說服 也太浪好人了 還有 為什麼是我? 就在路哥還在困惑時 冰口微微說出理由 原來 是因為反駁最近 太常把路哥掛在嘴邊 這讓這群人以為 路哥跟反駁起碼是 朋友以上 戀人未滿的關係 儘管路哥接連否定 甚至說出 一直來對自己這種人沒興趣吧 但這些人 卻立刻否定路哥的自我認知 哇 你是在謙虛嗎? 從陸學開始 林小璐同學在女生之間就有蠻多人在討論的 接著 對方還說 路哥給人的印象也隱約變柔軟 總之 在路哥和七賴受到熱情款待後 他們也就在此處度過了一晚 這天上午 路哥的指定區分別是B6、A5 B6 路哥拿下第一 A5只得到抵達加分 接下來 下一個指定區域是C3 直接穿越A4、B4的話 就需要攀岩 繞路的話 則必須繞到D5 並經過河流 為了抵達順序報仇 路哥決定走強硬路線 一旁的七賴 雖然想要繼續跟著 但他爬沒兩下 就跌落至地面 到此為止了呢 我 我爬得上去 我要過去 如果你還是要爬 你要自己負責 玉碧 路哥立刻開始攀岩 令路哥萬萬沒想到的是 七賴還是追了上來 看著這樣子的七賴 路哥只能無奈的伸出援手 起初 七賴並不肯接受這隻手 人要路哥不要理會自己 要是你受傷 我在事後會覺得很糟糕 這是我製作主張 你不用放在心上 哇 情勒居然有效 看來路哥比很多人 都更有情有義一點 順帶一提 路哥其實也是第一次攀岩 能一邊爬 一邊引導七賴 是天才的他 才有可能辦得到的事 之後 雖然為了七賴多花了十幾分鐘 但路哥還是以第一名抵達了C3 不知道為何 地圖上看不出來 但這位置其實還是在山上 因此他們也就能夠在此處享受催來的涼風 學長 這間學校有去嗎? 我從來不覺得這間學校無趣 畢業看似漫長 但時間一定會過得很快 所以要是可以過得不留遺憾 會是最好的 畢業 最近一直都跟路哥很親近的期待 很突然的 發出他剛入學時的氣息 A班的高橋 B班的八神 C班的羽渡公和村 以及D班的寶拳 這些一年級的精英們相冤在F9集合 與之前相同 寶拳人眉到場 習慣寶拳作風的其他人 時間一到便直接開始討論 會議一開始 八神點出 村 才是一切背後的主持者 羽渡公只是村的手腳而已 而且這兩人其實也有盯上林小璐 大概是不用裝了吧 想讓八神知道誰是老大的村 也表明 八神其實也很想讓林小璐退學 而且其意志 可能還比寶拳和天真更強烈 假裝是夥伴的靠近他 再從背後偷襲 這種發展 完全無法從平時的你身上想像出來呢 不過 你就是在盤算這點 不是嗎? 相互試探後 一行人才回到正題 目前他們透過GPS搜索功能發現 期待一直跟著路哥 也就是說 從他們的觀點看來 寶拳正準備出動下一招 為了不讓寶拳搶先 村決定 逼迫八神突出 他所擬定的林小璐退學計畫 威脅的方式很簡單 先讓羽渡公封住八神的行動 不讓八神逃跑 接著 再跟八神進行談判 八神同學你啊 判斷傑田學姊會是讓林小璐學長退學的要素 這是為什麼呢? 你打算怎麼利用他? 最初 八神還想用喜歡學姊來迴避 可是 當羽渡公把手臂環繞在八神的脖子上 打算用暴力威脅後 八神便垂著頭開始說起傑田的過去 以及 知道這件事使得路哥的事 目前 路哥的分數是67分 儘管看起來不高 但排名也有51 換句話說 絕大部分的小組都遭遇了不少困難 而就算單人排名這麼前面 路哥的體力 仍維持著跟第一天相同的水準 狀況遠遠比其來好 另一方面 同樣是一個人的高原市來到了第二名 只與第一名的南雲差了8分 榮元 葛成也來到了第9名 一年級之中 只有八神那一組進了前十 三年級則有六組進了前十 在路哥確認完大家的狀況後 時間來到6點50 一直都更早起床的期待 也才總算在這時甦醒 接著 在他們簡單閒聊後 第一個指定區域出現 C3 一個離他們很近的地點 就在路哥準備關上平板時 校方傳來訊息 是天氣狀況 基本移動於課題 可能暫時停止 請定期確認平板 除了校方的訊息 令路哥微微擔心外 期待的精神面 路哥也不得不注意 不久 路哥成功拿下第一名 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天氣的關係 附近都沒有新的課題出現 路哥也只能悠閒地打發時間 大約過了一個半小時 下個指定區域 一二出現 這時 怪的是 路哥明明提議繞遠路 但期待卻初次很堅持地要跨越山脈 要是我沒有選擇跨越山脈 你會怎麼做? 如果是這樣 我要自己一個人挑戰 於是 秦勒再次成功 兩人迅速地往目的地移動 前往的路上 風開始變強 天色也轉變為深灰色 跟在路哥後方的七賴 呼吸聲也開始變快 為了不讓七賴拖累腳步 在他們走在低山的上坡時 路哥主動接走了七賴的背包 這樣下去 連我都必須放棄抵達順序報仇 就這樣 七賴因此被說服 走了一陣子後 周圍越來越轟暗 風也越來越大 唯一的好消息是 兩人總算爬完了斜坡 就在兩人抵達稍微平坦的路段時 七賴接回了自己的背包 然後掀開自己的底牌 今天 學長是不會抵達下一個指定區域的 我會想翻過這座山 是為了把學長引到這個地方 這六天內 你讓我在旁邊觀察到許多事 學長在這所學校 交到許多朋友 博得許多信任 雖然緩慢 但也確實地發揮實力 我想對你有時候 展現出的強大觀察力 與身體能力表示敬意 不過 林小路學長 你是不該存在於這間學校裡的人 因為 你是白房的人 我想你也明白了 我是受月城理事長的命令 才會進入這間學校 命令的內容 就是要讓林小路學長退學 原來 七賴想讓路哥在這裡受傷 並讓警報林運作 然後 月城就會前來把路哥帶走 在七賴的預想中 路哥既不能被自己打倒 也不能攻擊自己 路哥只剩下一條路 那就是放棄行李逃跑 然而 沒了平板或帳篷 也等於自殺的行為 我要上了 第一招 抓技 但路哥的拳頭就更快來到七賴眼前 動態勢力比常人優秀的七賴 下意識的完全僵直 首先是一集 你的潛力應該更高吧 七賴 路哥收起拳頭的同時 七賴後退兩公尺後 並再次衝向路哥 這一次 七賴左手的初旋 再次被路哥閃開 而就在閃開的同時 反擊再次來到七賴的臉頰前一公分左右停住 這樣就是第二集了 接下來 就算七賴想直接壓制住路哥 但體格上的差距 反而讓七賴失去重心 路哥的上勾拳 也就在七賴下巴一公分處停下 這樣就第三下了 這一次 七賴總算出現動搖 再這樣下去 你好像也不是我能贏過的對手呢? 憑我 大概贏不了吧? 短暫沉默後 眼神仿佛要殺人的七賴 用著比剛才快兩倍的動作 使出超高速一集 面對這一集 路哥這次只能緊急迴避 那就由本人在這裡阻止 你是誰? 本人是為了阻止你 才從黑暗的地方回到這裡 緊接著 就是連續的高速攻擊 其威力 連男生都會痛暈 在七賴的主觀中 只要攻擊拖到一二十次 那路哥遲早會被打倒 可惜 事與願違 路哥確實不在反擊 但七賴的攻擊還是一下都沒打到 而且 隨著強烈的猛攻 七賴的體力也來到了大限 你似乎不是七賴 這話還真有意思耶 儘管七賴很想假扮成像是其他人附身 但路哥卻一眼看穿七賴的真相 趁著七賴的攻擊變得粗糙 動作也快要停下來時 路哥再次決定從對方的心靈下手 我很了解你想說的話了 七賴 你不是多重人格 別人的人格也沒附到你身上 如果你是自身的其他人格 那或許我退個百萬步還能相信 但你卻自身是真實存在的松熊龍一郎 抱歉 這實在太不實際了 你可以使用我和本人來區分 就只是希望自己有另一個人格 不 不對 本人是松熊 假如你是真貨 聽見這件事根本就不會動搖 你很想相信松熊的人格附在自己身上 不對 你甚至根本沒有相信 話都說成這樣 無法忍受的期待 只能難過的朝路哥攻去 三次 四次 五次 路哥避開了所有的攻擊 憑你這種實力 就算到死 也不可能命中我任何一次 假如你真要讓我退學 只要假裝被我攻擊 然後依三不准 我光是這樣就會被逼入窘境 被點破心深的期待 最終只能哭倒在地 時間回到稍早 決定在這次考試就要用路哥退學的傑田 花了超大的力氣 一直尾隨在路哥的身後 為了不被察覺 傑田始終保持在較遠的距離 儘管肉眼看不見路哥 但透過對講機傳來的情報 傑田也始終沒有迷失方向 是的 對講機另一桶的人物是八神 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啟動GPS搜索功能 將路哥的位置傳達給傑田 傑田或八神的計畫是這樣的 只要路哥和七賴起衝突 遠方的傑田就可以利用平板的錄影模式 將兩人的鬥毆記錄下來 並回報給學校 這份計畫由傑田來執行 可以說是再適合不過了 一來 傑田是女神 有不介入戰鬥的理由 二來 傑田跟路哥是同班 要是被人問起怎麼會出現在這附近 藉口也非常好找 緊接著 直到前方兩人停下來後 傑田也決定要更靠近一點 並同時準備拍攝 很突然的 有一隻手抓住傑田的右肩 並同時捂住了傑田的嘴 噓 你或許會很驚訝 不過請安靜 要是被林小路學長或小七賴發現的話 你應該會非常傷腦筋吧 呃 為什麼天哲同學會在這種地方呢? 我是偶然經過 然後發現傑田學姊偷偷摸摸的模樣 我沒有偷偷摸摸的呀 只是 我只是稍微散個步 由於天哲已經提到路哥 因此傑田非常明白 這牽強的理由 根本不可能有辦法說服對方 接著 令傑田完全沒意料的事情發生了 輕碎的一掌 閃過了傑田的臉頰 接下來 儘管傑田出生竹子 並試圖進行防禦 但天哲的攻擊還是來得太快 下一掌 再來是一拳 接連的重擊 削減傑田的意志和體力 為什麼這傢伙突然冒出來糾纏我 而且居然還撕爆 我越來越搞不懂了 面對這份暴力 基於恐懼 傑田總算揮掉了對方的手 呃 抱歉 我下一次就 你還要裝乖呀 我非常了解傑田學姊的事情唷 你就是個 性格上深信自己很可愛的大仇女 最喜歡別人的秘密 要是自己陷入窘境 就會把周圍捲進去 同歸於盡 真的是不得了的地雷女呢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呢 天哲同學 可是 只有暴力是絕對不能做的 好嗎 那你要向下方哭訴自己被施暴嗎 那要或許能把我逼到退學 但 我可是會留下見別理的唷 我會把你國中的黑歷史全部抖出來 奪走你的容身之所 你怎麼會知道那個秘密 是從林小路學長那裡聽說的嗎 你一臉這種表情呢 猜錯囉 因為我是個特別的存在 什麼事都能看透唷 例如說呀 你打算討好男人會長去吃了鬢門羹 不過就算順利進行 既然庫北學姐加入了學生會 傑天學姐也沒辦法期待她當作是靠山 連小說都沒明說的事 都被天哲說出口 也難怪傑天的假面會完全脫落 臭女人 住手 哈哈 這種態度比較適合你唷 學姐 接著 天哲說明起傑天的計畫 並表明 陸哥一定有發現傑天的行動 而天哲呢 之所以出現在這裡 就是因為他想待在特等席 近距離欣賞 陸哥會如何不傷害期待 就將他制服 天哲的回應 弄得傑天黑人問號 不過傑天很清楚 自己的機會也只有現在了 為了繼續執行作戰 傑天嘗試抵抗 然而被揪住瀏海的他動也動不了 自己比別人可愛 自己比別人優秀 總之 傑天學姐就是最喜歡自己 你希望居高臨下而拼命掌握別人的秘密 而且 因為你最討厭被別人佔上風 所以打從心底 絕對無法容許有人知道自己的秘密 我並不討厭這種亂七八糟的特質喔 另外 天哲也說中 傑天早已準備好以防退學的個人點數 被分析到這種地步 傑天還是沒有死心 更甚至 湧現出了源源不絕的恨意 面對眼前贏不了的敵人 傑天拍掉了對方的手 並不斷朝天哲打了過去 遺憾的是 不論傑天怎麼突襲都被天哲化解 傑天也不知道倒在地上多少次 過了數個回合 天哲注意到路哥那邊結束了 便停止玩弄傑天 由於深知傑天的各種手段 威脅都對自己無效 於是 天哲在嗆玩 就算自己說出的話很少人性 但還是能破壞傑天的完美形象後 便離開了傑天 去接近他真正的目標 留在原地 徹底拜佩的傑天 只能空虛地說 自己到底在幹嘛 並開始回向事件的源頭 第五天一早 巴神就把自己被眾人逼問出傑天的過去這件事 透過對講機告知給傑天 為了把情況說清楚 巴神把傑天約到事先決定好的地點見面 想當然 傑天非常不爽巴神就這麼出賣自己 而巴神呢 也只用 那四人對傑天沒興趣 以及自己一定會讓那四人退場 來安撫傑天 結束了 我跟錯陣營了 就在傑天準備跟巴神保持明確的距離時 巴神總算透露了他的 陸哥退學計畫 原來 他早就知道 和保全聯手的七賴 想向校方控訴 自己被陸哥打倒 基於知道對方的作戰 巴神打算來個順水推舟 他要傑天用平板 將對方的鬥偶場面記錄下來 並由這邊先行告發 至於期待執行的日期 巴神只表明 會是在考試的第七天 誰跟巴神說的 巴神則說不能透露 聽完了巴神的計畫 沒有退路的傑天 只好搭上巴神的泥船 繼續累積自己的失敗 兩天前 帆波的小組在 開放組別最大人數課題上拿下第一 成功增加了三個名額的人數上限 隔天 帆波便利用GPS搜索功能 和橋本組完成合併 不幸的是 今天早上 帆波不小心跌倒 弄壞了手錶 這讓帆波必須回到起點修復 在同組的柴田陪同下 兩人花了一個多小時沿著河流來到已久 考量到此處已經離目的地不遠 以及希望柴田能多拿點分數 帆波便要求柴田前往下個指定區域 要是開始下雨 就待到雨停為止 不要勉強 好嗎? 簡單叮嚀完帆波後 柴田便去和橋本會合 一個人行動的帆波 由於天色逐漸昏暗 附近也到處都是樹木 走了大約20分鐘後 他居然迷路了 不過 帆波並沒有因此慌張 他仔細觀察周圍 並聽到了微弱的聲音 隨著聲音走去 遠遠出現在他眼前的是 月城代理理事長 以及一年低班的班導 司馬 一般來說 直接跟他們搭話才是政界 但現在是考試期間 如果說出自己迷路 他們也未必會回答怎麼走 也就是說 偷偷跟在他們後面 或許會比較明智 然而 令帆波萬萬沒想到的是 這樣子做 反而讓自己聽到了 不該聽到的對話 針導老師似乎對我們懷著強烈的戒心 另外 二年低班的查柱老師 調查了所有記錄 因為拉攏教職員 是少數他能採取的有效手段 如果林曉露同學在場 他就算發現真相也不足為奇 紀錄方面 我有篡改 謝謝 不過他們也有可能得到某些線索 這樣就要一局定勝負 可是 能這麼簡單讓他退學嗎? 對方可是白防的 仍舊是會被頭銜迷惑 他 如果在最後一天之前 存活下來 那就安排 在I2戰送 吧 由於聽到意外的名字 這讓帆波無意識地搞砸了該保持的距離 就在帆波拉近到再近一點就能聽得清楚的距離時 月城忽然看向帆波的所在位置 一注意到月城轉頭 帆波立刻拔腿往後狂奔 然而 帆波哪是兩個老師的對手 一下子就被逮住 面對一個意料之外的人 司馬本來想讓帆波受傷並就此退場 好在 月城即時阻止了司馬 我就形式上問問吧 你聽見了什麼呢? 我 我 我什麼也沒聽見 想當然 月城並沒有信 由於月城不希望動出 也不希望帆波把任何事情說出去 因此 假如你把這裡的事告訴任何人 我就會讓只有二年C班隸屬的一個小組退出考試 覺得不可能嗎? 從管理規則的我看來 製造違規之類的理由 可以說是輕而易舉的事 聽了月城的說法 一旁的司馬否定了月城姑息的做法 他甚至戴上了橡膠手套 想讓帆波消失 起點的港口 就在往前走150公尺處左右的地方 去吧 好 好的 你應該保護的是同班同學 而不是別班的強敵 你要謹記這點 點頭之一後 帆波快速離開 儘管司馬覺得月城的決定會有問題 但主事者月城卻始終保持著冷靜 我想期待同學99%會失敗 不過料到這點 那孩子好像總算開始行動了 要是正常進行的話 連小路同學的警報裡也差不多要響了呢 隨著與世轉強 七賴也開始冷靜下來 等完全平復後 他開始解釋起一切的緣由 原來 七賴是松熊龍一郎的青梅竹馬 會進到這所學校 就是為了復仇 七賴和松熊 從幼稚園到國中畢業 兩人一直都待在一起讀書 玩樂、學才藝 而且松熊還都比七賴更厲害 是七賴一直憧憬的對象 松熊非常勇敢 即使被趕出家門 即使放棄升學 即使復興過世 他都一直努力 而且從沒在七賴面前說過會放棄 還會對七賴露出笑容 非常不幸的 就在今年2月14日 七賴一如往常的拜訪松熊的住處 在那裡 七賴看到的缺失 之後 就在七賴還在迷茫時 岳城接近了七賴 還對七賴說 松熊的一生會扭曲 就是因為林曉露青龍 從名為白芳的設施逃走 進了高度育成高中 只要能讓林曉露青龍退學 自己就會安排七賴跟鹿哥爸見面 七賴就是打算 在讓鹿哥退學後 親自讓鹿哥爸道歉 岳城說過 他把白芳的學生派了進來 意思是虛張聲勢嗎? 呃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其實對白芳不太清楚 冷靜下來的七賴也知道自己只是在找鹿哥出氣 因此他認為自己沒有臉面對鹿哥 我無法完成指示 留在這裡也已經沒有意義了 意思是你要退學 因為我只能做出這些補償 即使鹿哥的本質跟鹿哥爸相通 也就是 只要能保護自己 別人會怎麼樣都與自己無關 然而即使本質相通 還是有差異的地方 鹿哥爸絕對不會幫助愚蠢之人 而鹿哥卻會對他人生出元首 假如你對我感到虧欠 我希望你可以收回剛才那些話 你完全不必感到羞恥 你盡了自己的一切 可是我也有不能輸給你的理由 因為我認為 我一直留在這間學校 就是對我的父親唯一的攻擊 我希望你別說要離開學校 並且協助我 現在岳城也打算讓我退學 要是他們成功 這樣就會違背 松熊不行忤逆命令 也要讓我進入這所學校的意志 我該做的 就是反抗 對吧? 你願意幫忙嗎? 我答應你 在鹿哥握住期待的手的同時 一個拿著棍棒的背影 正巧巧地靠近兩人 好了 以上就是實教二之三全部的內容 還有些謎團沒解開 如果有注意到這集 某些不對勁之處 那你應該就能明白非常多的事情 一片